这次呢学一下这个课程里面的最后一首曲是初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首钢琴曲 它的整体难度不到 然后听起来也是非常好听 就是篇幅稍微长一点 它一共是三页 三页当中的话呢 第一页是有重复标记的 需要谈两遍 当然你们练习的时候可以谈一遍的 就是正常谈的话 基本上是需要谈两遍的 然后有一点点的新内容 我先把这首曲子弹一遍吧 我先弹第一页 这就是重复了 重复的地方的话呢 我就不再给示范了 接着谈第二遍 然后因为我记忆力比较差 然后从头到尾按着谱子一模一样弹 这个我不太擅长 我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感觉弹的 所以每次弹的不一定一样 所以看着谱子按着谱子一模一样弹的话 我就必须得看谱了 这个呢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有点差异的 那我就弹第二遍了 这一遍的一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一下它的新内容 之前我们是没有接触过调号的 教材的刚开头的地方 我写了调号两个字 就是高音谱号和拍号中间 就四三那个左边有一个调号 就一个小臂 那个臂标的位置 你们看一下谱号 刚好是C 就这个C的位置 那个小肚子凸起来的那个地方 刚好是C这个位置 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C行键上的所有的C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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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C全部要降半音 是这个意思 就不谈白键 谈左边的黑键 这个要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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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都往左边挪一下 谈黑键 是这个意思 知道一下这个就好了 如果这个左边 以后我们可能会遇到 就初级里面的 初级一里面的最后一个曲子 里面会遇到那种状况 如果是这个位置 某一个位置出现了声号的话 那就是全部弹右边的 但出现降号的话 那就全部都弹左边的 出现在哪个位置 哪个琴键就会变的 这个只出现了一个 就是出现在C的位置 所以所有的C全部都弹 左边的黑键 知道一下这个就好了 然后开始说一下 这个曲子的左手模式 左手模式的话 一小节都是一个和弦 没有两个和弦 都是一个和弦 那一个和弦的话 是弹五个琴键 或者是弹六个琴键 绝大多数都是弹五个琴键 比如说DM 八度的这种弹法 空四个空三 两个这种弹法 加上后面的两个琴键 都是这种弹法 AM的话 这种我们在前面已经接触过 就在这个课程的童年里面 就已经弹过 然后F 这么弹 都是一样弹 C和弦 然后出现了降B和弦 这么弹就弹 教材上都标好了 B降F B降 然后CD 逐走到右 然后出现了GM和弦 第二页 GM和弦 加这两个 如果弹这两个的话 那就是G和弦 这个就是GM和弦 这个曲子里面出现了GM和弦 反正 反正符字上都标好了 你们看着符字弹就好了 其他基本上有什么了 都是接触过的内容 然后双手配合的时候 第一行说一下 第一行里面就是AM那个地方 这个音符就是AM那个小学 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 左手的五个琴键弹完了 这个音符要直接接过去 中间不要留太大的缝隙 留太大的缝隙 这个就不好听了 要直接接过去 这样的地方有挺多的 弹一下出血的慢镜头 慢镜头 感谢观看 就每个阶段要跟每个阶段的人比 你如果是上小学 那应该就跟小学生比 上大学那就跟大学生比 出了社会 那就跟社会的人比 然后跟自己差不多的水准的人比 不要跨太多 太多的话 那就比较累了 那这个 零技术下这个课程 那就到这结束了 下一个阶段是初级阶段 初级阶段的话 就会出现很多 能选择的曲子 比如说梦中 梦中的婚礼 卡文 或者是梁柱 什么 贝加胡盼 很多 零技术课程的话 我能选择的曲子 就非常有限 因为条条框框 那个难度就已经 框死了 就只能是 这么个难度当中选择曲子 所以我只能选择这些曲子 这个曲子也都是万里挑一的曲子 找到大量大量的曲子里面选择这些曲子 那下个阶段的话 能选择的余地就多很多 然后当然会 因为提升了一个阶段 所以就 门谈的好听一些 门谈的好听一些 那零技术课程就到这结束 感谢大家坚持到现在 我们在下期课程再见